这辆车也会有提供 All-wheel drive 系统 也就讲它的操控表现跟动力表现 其实都会很出色一下 然后这个回行标玄箭头的日间新车灯 真的还蛮好看下 现在在我后面呢 这个是马来西亚版本的 Hokia Sportage 这个C-Segment的SUV呢 在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已经在马来西亚市场开放预定啦 那么呢 它会提供这个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6公升的TGDI引擎啦 那么它的预计售价会从15万马币起跳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一个价格其实很有信心的意义下了 而且偷偷告诉你哦 它的这个顶级版本的售价会距离20万 所以这辆车呢 从里里歪歪呢 它都很强一些啦 我个人觉得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记得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影片 那么今天的影片 我会告诉你关于这一款车的细节 OK 那么现在我们这边量有两款车 黑色的这一款是1.6公升的TGDI引擎 然后这一款公升是2.0公升的这一个自然进气引擎 那么在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56hp 峰值能力表现196Nm 然后匹配6速的自排变速箱 而这个TGDI呢 1.6公升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77hp 峰值能力表现265Nm 然后匹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另外呢 这辆车也会有提供 OVU DRIE 系统 也就讲它的操控表现跟动力表现 其实都会很出色一下 那么我个人会建议呢 如果Budget Go的话 直接Go for TGDI版本啦 那么这个头灯组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KIA SPORT TOUCH的地方 然后这个回形标玄箭头的日间新车灯 真的还蛮好看下 然后下面有这个SCC雷的雷达 这个就是用作这个前方撞击 一锦还有SCC的侦测 然后这边也有360度的CAMERA 然后它的这个头灯组是分离式的设计 这一边呢 这个头灯组是LED的 不过如果是入门2.0版本的话呢 它就是这一个黄灯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啊 如果全部给LED就好 然后下面这个是这个雾灯 然后整个车的外观设计其实还蛮霸气一下 当然 和有朋友讲就是在国外已经有这个Facelift版本的 这一个KIA SPORT TOUCH 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引进 马来西亚还是卖旧的 其实我们也是有问这个问题 当然你们会问的我也是会问的 就是这一个新版本的 目前只是在韩国发布 其实也还没有正式开卖的 那么马来西亚那个肯定是会引进的 但是就没有那么快 因为其实这个SPORT TOUCH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 马来西亚已经delay了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到时候决定先发布这个版本 而且这个版本的价格竞争力是真的强啦 他们也有医生透露啦 就是如果他们卖这个Facelift的版本 就是小改款的版本的话 价格会有一点上涨 所以值不值得就看自己大家去选择 给我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那个设计啦 那一个新款的那个设计风格 我觉得放在SEDAN OK 放在SUV上面 我就没有那么欣赏啦 然后这个KIA SPORT TOUCH的尾灯设计 其实还蛮特别一下的 它的这个设计我觉得晚上的话 它的灯亮起辨识度会很高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尾翼啦 然后设计了这个第三的刹车灯 当然Powerboot是一定有的 按一下它就打开了 然后下面呢 这一个空间表现呢 我觉得这个是新世代SUV应该要做到的 就是低离地高度 你看哦 如果是讲我在这边的话 我的这一个离地高度 大概只是高过我的膝盖一点点罢了 所以是讲你放中物的话 你会很容易放进去 然后呢它这个空间的平整性其实也不错 然后当然隐私隔板是一定有的啦 这个基本上SUV都要有的东西 打开这个帐板 其实下面的空间很大 然后还有一个铁轮的Spedaya OKSpedaya没有被cut掉 所以这辆车的空间表现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错的 那么大家对这个空间表现满不满意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OK在这个轮胎尺寸部分呢 它用的是这个Hankong的轮胎 然后尺寸是23560R18 C segment用R18我觉得没有太过分 不会太夸张 因为目前现在有一些B segment都已经用这18寸了 所以C segment用Separt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我相信它的真的high spec也是会用到19寸啦 然后这个就是我该讲到的1.6的TGDI engine 177HP 然后它的峰值扭率表现是265Nm OVD匹配奇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我相信这个0-100加速应该是低于8秒的啦 所以这辆performance其实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对这个engine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那么时间有限呢我们就快速带大家看一看这一个它的这个内装设计啦 这个内装设计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其实如果是Hyundai跟KEA的话我个人是喜欢KEA的设计多多 然后它前面有一个curve screen就跟其他的这个KEA的车款一样啦 这边是一个12.3寸的横条式的荧幕 然后这边是数一花一表 不过我发现到这个反光是比较免重的 大家从这个荧幕这样子看应该都会发现它的反光其实蛮明显一下 然后这个主机呢它也是支援这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fe 但是必须连接Cable不是Wireless的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一个用Cable连接的 因为手机可以充电嘛 然后它下面这一个都是触屏的控制 影响中是跟这个Kaniwa还蛮类似的 所以使用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点点的这一个时间去适应一下啦 然后帮操作可能也会有一点点问题 然后接下来这边这一个是它的换挡的旋钮 这个旋钮的设计我觉得还蛮好看 像还有一个橙色的灯 然后使用Logic其实也是跟Kaniwa一样 当然电子手刷车等等也是有 然后因为这辆车是有Overview Drive的 所以它是有这一个可以锁止这个驱动系统的 然后还有这个驾驶模式切换的这个旋钮啦 然后植物格的空间是蛮大一下的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植物格 有一个普通的USB跟USB Type-C 然后我知道各位会讲这个Button是空的 因为这两车其实它并不是最终的量产版 它是一个预生产Pre-Production的车型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并不是Final的 就例如讲如果是这个量产版的顶级车型呢 它的音响是Harmon Carden的 然后Below200千给你Harmon Carden 你觉得不值得咩 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乘坐空间表现 OK 这一个就是我坐在这辆车上面的这个乘坐空间表现 然后我调一下我的标准桌子 就是我觉得这辆车跟我的HRV会有一点点像 因为它都是比较偏矮型的这个XUV啦 不过它是C-SMA SUV 然后这样子这个重型比较低的SUV呢 它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操控表现 那么乘坐起来呢其实感觉也不会太差的 所以这辆车应该是为这个驾驶者所打造的车型的 然后我的身高是180度 我的头部空间还有一个多圈 所以压迫感不会太重加上它是白色 所以整体的这个乘坐感都还是不错的 当然呢这辆车也是有这个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这个Land Capping SXR 它前帮撞击一级还有这个Type Stop Angle的ACC 你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得到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Stairing的辅助力道有一点轻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路感 不过这个要等我们去试驾了才会知道啦 但是以目前来讲我看到这辆车的话 我还蛮喜欢的 最起码呢我喜欢这辆车都过喜欢这个Hyundai的Tursun 大家对这个内装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OK那么接下来我就讲它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那么呢马来西亚的Sport Touch呢 跟这个Tursun是一样的 都是来这个Long Wheel Base的版本 如果是Standard的Wheel Base的是2700 但是马来西亚的是2755 所以呢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嗯超级大 我还蛮喜欢一下这个后座耶 这个后座做起来很舒服 而且哦有一个重点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呢它的这个后座的空间哦 你看它的这个椅背 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哎哟有点重 你可以调整角度 你要这样做你要做止点可以 你要坐鞋一点也可以 所以咯这辆车的后座应该会不错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值得称赞的点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Kia Sport Touch呢也是有路箱水俗 然后你看它有这个Data Red的沟耶 这边也是Data Red的沟沟 然后这边有两个UXP 然后可以给后座整个充电 然后我最喜欢这个沟沟 因为我自己的车是没有这个沟沟啦 就是有时候去打包的时候 那种茶水没有地方沟 然后后面有这个 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虽然讲它是Ovio Drive系统 但是这一个 它的这个中间突起的面积并没有太 嗯高啦 所以后面坐三个大轮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呢这一个后面的这一个倾斜角度 是真的蛮倾斜一下 所以坐起来还蛮舒服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开门的门吧 那设计很特别 然后质感不错一下下 OK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新的 Kia Sport Touch的一个简短的新车介绍啦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古林的厂区 这辆车是刚刚从生产线下来的 所以叻它可能有些不完整的地方 或者是因为它是这个预生产车 所以它并不是最终的Spec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辆车而已 那么大家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多一次 这辆车的预计售价呢 是从15万起跳了 然后会低于20万 那么你觉得这个价格怎样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一下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